嗯 又是新的一天 哥哥早上好 耶 出发 噗噗 你好 噗噗 重拾芯片 哥德 小绵羊和小鸡打起来了 什么 我去看看 奇怪 他们没有打起来呀 哥德 小猴子在欺负小鸟 好的 我这就过去 小猴子没有欺负小鸟啊 嗯 这是 何宝先生的牙霜 豆豆 包包龙 这样子不太好吧 对呀 你们说的事情都是假的 嘿嘿 但是很好玩啦 哥德跑来跑去的 哥德 会不会生气呀 我想不会的 嘿嘿嘿 哥德 水开啦 哥德好像没有回来 小猴子和小鸟真的打起来了吗 好 我们去看看吧 小猴子在吹桃子 小鸟在打窝 它们没有打架 可是哥德呢 小猴子 你有看到哥德吗 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哥德在就好了 嗯 哥德是不是生气啦 嗯 我吓哥德啦 嗯 嗯 不不 小鸟们 你们怎么哭啦 哥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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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刚才去哪里咯 我捡到了河马先生的牙霜 给它送回去了 我们刚刚骗了你 哥德 你生气了吗 嘿嘿 不生气 嘿嘿 太好啦 哥德没有生气 哥德 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好 我给小可爱们讲个故事吧 好呀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放羊人 每天都放羊 可是 放羊好无聊啊 嘿嘿 有了 快来帮忙呀 有人抢羊了 我们来帮你 嗯 抢羊的人呢 看到你们来了就跑啦 嘿嘿嘿 好吧 如果他再来你就喊我们 好的 嘿嘿嘿 快来帮忙呀 有人抢羊了 我们来啦 嗯 抢羊的人呢 嘿嘿嘿 没有人来抢羊 我骗你们的 豆豆 你怎么能说谎呢 豆豆 你怎么能说谎呢 大骗子 嘿嘿嘿 太好玩啦 救命呀 抢羊啦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不用吧 哼 他一定在骗我们 哎 哎 你别抢我的羊 好像是真的 我不信 我也不相信 有人抢我的羊了 你们怎么不来帮我 真的有人在抢羊吗 我的羊都被人抢走了 嗯 放羊人说了谎 不仅丢了羊 还丢了别人对他的信任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哦 对不起 哥德 我们不应该说谎的 我要做诚实的弟弟 诚实的卡卡 不说谎的阿布 大家都认识到 说谎是不好的 小可爱们做得很好哦 不不 诚实芯片 激活 我们得到虫实芯片了